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念头要善 行为要善 这个好啊 如果这三样都善 虽然没有特立六道轮回 人天善果 我们今天也在人生了 也在人道啊 为什么这个日子过得这么苦 虽然人道 我们现前的想不善 念头不善 行为不善 所以外面所有的环境 人事环境也好 是物质环境也好 都变成不善 我们先来讲这个人 这个人事环境 这些天 我们每天都看这个 美国心理医生 卫斯博士的四本书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在学校里面 大学二年级 讲酒精与这个病毒 开这个过程 学习的学生很多选他这个过程 他很好 希望学生专心听课 把东西学到 不要这个老师操心在分数上 他说我们这个课不考 可是到学期中了的时候 他们的教务处通知他 做一个学期的诊议 他不得已告诉学生 在教务处有这个意思 要我们做一次期中考 他说我们最后一堂课呢 我们把期中考的这个题目 一共有120个题 我们来讨论 而且来研究正确的档案 这很好啊 过过都拿高分数啊 个个都满分啊 东西也学到了 可是考完之后啊 他看考卷了 他吓了一跳 考满分的这几个人 还有不几个的 中等的时候 是比较占多数 我们中国考卷是用嘉义品金 他们是用ABCD A的很少 BC多 还有DF的上速 所以他非常惊讶 明明讲得那么清楚 为什么成绩变成这样的 他纳闷了 其中有个学生 是他朋友的儿子 也是在这个班上上课的 他拿到A 他就问他 我把他们讲得这么清楚 为什么分数会这样子 他们不相信 学生不相信 认为老师是骗人的 你给我们扩堂讲的这个 不是你要出的题 你出题可能出另外的 所以变成这个样子 这就说明是 现在学生都被教坏了 对老师没有信心 对老师没有信心 他对别人有信心吗 相信他对父母也没有信心 他对同学也不会有信心 他对任何人都没信心 这个麻烦大了 这举着一个例子 这就是我们今天人死换结 我们中国古人 教人 教下一代 教了几千年 叫什么 叫父子有亲 夫妇有别 君臣有义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 能力道德的社会 在中国推行了几千年 人人都是好人 世事都是好死 这么大的国家 这么多的人口 几千年来 长治久安 靠什么 靠信 人无信 不能够立足于社会 所以古人 所以古人讲的 人无信 则不立 那么现在这个社会 教人 就是不行 教人怀疑 什么都打问号 不能相信人 中国社会 在过去 从来没有怀疑人是个坏人 不可能 我们从小 接触的任何人 都是好人 人之初心本善 哪里会坏人呢 坏人从哪来的 坏人是学坏了 他家里人没好好教他 在古时候 这辈子 最严重的语言 叫社交 你家里面疏忽了 没有把你叫好 这两个字 太严重了 为什么呢 自备到你的父母 你的长辈 你的老师 没有把你叫好 但是现在 中国人 把老祖宗东西丢掉了 完全向西方人学习 西方人怀疑 于是我们也不相信老祖宗 也不相信这个社会上会有好人 好人难做 好人要受很多委屈 善言好语 劝人不相信 人是你假的 你是什么企图 你是什么目的 我要对你格外小心 要格外防范 人家的反应是这样的 这个反应 正不正常呢 正常 为什么 他没有受过圣贤教育 这种反应是正常的 真正学了圣贤教育的时候 要体谅他 怜悯他 他扩怜 这也是 毫不容易的人生 来世就失掉了 再得人生 不知道到哪一时了 所以明白人 不会责备他 不会怪他 反而会怜悯他 我们念佛松经 还给他回想 这是个明白人 如果我好意对待你 你还有恶意对待我 我就生烦恼了 你还没有救护 如果你觉悟的话 你会像佛菩萨一样 不会生烦恼 了解其中的因果道理 你是个明白人 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